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念书是如此 可是在技职体系或我们讲在 怎么说呢 就是一些强调 例如说技术 或者是我们讲说运动 这方面都是十年一课 准备十年就为了这一课 所以我们今天请韦翔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他本身是技职3.0的记者 那本身他过去曾经也担任过就是我们讲说 国际技能发展协会的执行长 那当然他自己也当过电台组成 所以他算是我的前辈 那他自己非常的年轻 我刚才讲1989年出生 这太过分了 小我这么多岁竟然有这么好的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问一下 韦翔有关于国际技能 因为技能这种事情 我们常讲万贯家财不如一记再生 这是确定的 那很多人他其实不见得适合念书 但我们家长都一直推孩子去念书 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非常不能理解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韦翔来跟各位聊一聊这部分 韦翔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韦翔 是韦翔 那今天我们想要来聊一下 就是你本身的背景 我刚刚讲你非常年轻 1989年 你刚刚讲什么30 对到30很年轻 基本上你自己本身过去是一个记者 你怎么会开始关心这个议题 应该是说我自己就是读技职教育的学生 然后后来大学读科大 那硕士到了普大念书 那你自然就会看见科技大学的人的那种生活习性 跟普大的生活习性 我举个例子 有什么不同 比如说我大学读台科大在公馆那里 那硕士读台大 那当我每天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去台科大路上通常都是要走过台大的校园 那你都会看到 为什么一般体系的第一志愿 跟科技大学的或技职体系的第一志愿 你确定北科大卫生器 好都是前三志愿 北科大卫生器 就是前三志愿为什么校地资源 人等等交换学生的那个资源为什么差这么多 因为你们两个学校很近嘛 各位可能不能理解台科大跟就差一条基隆路 跨过去就到了 就到台大的校总区了 你那时候觉得是资源 一开始吸引你去了解这议题是因为 两边体系不同的资源 这是其中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譬如说像在家里 譬如说读高职的期间 在家里的时候 那当然不同的堂兄弟姐妹 有人可能譬如说读台中一中 或者等等 我们吃年夜饭的时候 那种大人对你讲话的观感 我觉得我们在 对这个很可恶 我们会有阴影 对 你就算念技职的第一志愿 你说哎呀 你这个就是 以后就是去做 比较出众的黑手啦 然后我们这种会念书的 以后就是做办公室 类似 然后我 我有想特别再分享一个 就是说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我大学一年级到 硕士一年级 我其实在台北南洋街教书 只是教的那个补习班 是技职的升学补习班 就是高职 他现在有很多 他其实是升学的补习班 二技啊那些的 对 那其实在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 生活百态 比如说一个 经济收入不好的 单亲妈妈 那他会愿意 请他的家产 然后 跟当时只是导师 我说 哎伟翔 然后伟翔老师 可不可以分36期 分四 就是他会愿意这样 像一个大 当初 只是大一大二的 小屁孩的我这样 然后只是为了 要让他的 小朋友 然后可以 透过补习班来考上 maybe国立科大 就是这一种 可是 你现在回想里面很心酸 是说第一个他愿意这样子 第二个是到底 让他的小朋友去 评升学考试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他 对 那你在补习班 你会看到很多 这样的轮回 就是家长啊 学生啊 补习班啊 学生有自己想做的事 可是没有办法做 那我觉得印象 现在回起来最深刻 就是像这样的孩子 他通常 因为我们科大蛮多 都是私立学校 大概八成 比一般高中跟大学是多很多 那我印象很深刻 是这个小朋友 后来我们有一些 就是他大一大的时候的聚会 就在见面 那其实他当初 可能想做的事也没再做 那去 就是一般大学生活嘛 只是他就是背学带啊 打工啊 他也没有办法去 上课 真正有所谓的大学生活 对 就是他还要出去打工赚钱 所以那大学四年 其实他并没有特别的 有一些对他 有一些要怎么讲 竞争力的争执啊 那他就是背学带 然后打工 你会看到很多这种轮回 但这种轮回 就不可能只是很简单的事情 他后面有很多结构 所以后来在台大 接触新闻所之后 就被新闻所老师感化 就去当了记者 那你一开始是专职在 专注在 技职教育体系的这一块 就其实 当然主要会跑 技职或技能发展的议题 但其实 广义的教育议题 其实都会接触 是 所以你自己本身 在跑这个议题的过程当中 你大概做这 就是记者 这个技职的记者 大概做多久 我想一下 2014年12月 应该快五年 五年之后 你就决定要专心在 投身在这种 技职教育的推广上 应该是说 作为现在的角色的话 就是同时会写报导 但同时也会做一些 推广的活动 是 就一个斜杠的概念 是 所以本身来讲 自己就是说 觉得 你是不是认为说 其实目前 因为我看到 你有一些议题 蛮有趣的 就是 你报导的议题 包含说 技职国首的兵役的配套 技忧生的配套 然后证兆的生态泛滥 技职考招变革的 这些问题 那后来你怎么会想要 在2018年的时候 成立这个组织 我们刚刚讲 Skills for you 就是 为你 为你设计的技能 或是给你的技能 类似这样的概念 你怎么想要成立 这样的组织 因为是这样 因为你报导跑多了 其实我报导 我跟主持人 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大部分就是在一些 教育部 劳动部 立法院行政 就是跑那种 很严肃的政策法规 因为影响结构 就是在那边 那一些比较 社会上边陲 就是他的权益 比较边陲的人 他其实需要在那边处理 只是我2017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去我们今年 今天要谈的 这个国际渐竞赛 因为他两年一届 所以上一次 是在2017年的年底 那我去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是很心酸 因为我们知道 国际记者是 有上百位的各国的记者 你发现台湾 终时只有联合兵国 等等都没有去 我是唯一一位从台湾 独立记者吗 你以独立记者身份到的 对 我是唯一一位 从台湾飞过去的记者 就是现场没有 从台湾飞过去的记者 飞到哪边 飞到当初是在阿布达比 阿布达比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在杜拜的旁边 对 阿布达比 各位一辈子可能 都不见到会去的地方 那去到那边去 你的感受就是 世界各国大概普遍 应该都是重视 技职体系的吧 对 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 因为这个比赛 他其实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 体育奥运 这样的 他其实就是技能界的奥运 他就是有木工的国手 花艺 比机器人 比赵元 比西餐 比各种的技能的一个世界最大的比赛 是 那你怎么会想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Skills for you 就是当初在国际上的时候 我就感受很深 就我们透过报导去讨论一些权益 或是什么 可是那个 虽然权益有改 可是大众对 技职教育 或说对于学技能这群人 还是觉得很疏远 所以那时候就很简单想说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自己做一点事 我就号召了很多历届的技职的国手 他可能有各种的技能 我们就用不同的技能 组成某种的社会行动 然后对某种社会意义 就是说用技能去做公益就对了 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 让社会看见 比如说技能的一些 不同的元素或价值 那这个所谓的Skills for you 这个组织 它本身是一个名称而已 还是说它有固定的 比如说像协会一样的 它其实的实体是国际技能发展协会 对 但是因为你在外面也不可能都说 我是社团法人 国际技能发展协会 所以我们通常都用Skills for you 这样直接称呼 对啊 因为基本上 如果你们有个协会的话 这个协会就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些经费上的运作 就是本身来讲 如果有协会未来在募款上 或在吸收一些 志同道的朋友一起来推广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那就你所知这样的类型的机构 在台湾有几个 你说推技职吗 其实我们去查 就是说大部分的 还是有一些基金会 或是协会 什么比如说技职教育 推广协会等等 但那个大部分就是办研讨会 对 对办研讨会 那我许我们做什么事 譬如说我们在去年 在活动推广上 我们就把历届的大概八位的国手 我们就到偏乡 去帮偏乡去做出一间教室 对这件事我知道 然后就铺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媒体这边 我就铺很多媒体通路 万里大鹏国小 对 真的有注意太好了 其实他过程并不是说修多少间 而是让社会看见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技能它跟社会怎样去连结 因为你们在大鹏国小 还做了景观设计 对 还把那个周边的教室 做了很大的改造 对 对 那其实那个中间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 因为我们以往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就是说 我们读记者 好像就是赚钱 它是一个比较把孩子 工具化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都把孩子工具化 叫他念书也是让他工具化 像你如果不念书 就赚不到钱 每个人都这样子想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或许用这样的技能 去对不同的社会议题 做一些行动 可以让社会看见 其实技能 它其实有很多面貌的存在 包含你的职业 你技能的应用 除了譬如说在高职校园 就做一些重复性 但是在真实现场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我们在盖教室之前 我们要先整地 所以我们要把树要移植等等 那都有很多专业在里面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你会看见很多 以往我们想象中 记者教育就是 O2的这样的概念之外 有很多的价值 对 因为那里面完全的需要专业 它并不是一个这么简单说 反正你就埋头苦干 就会成功的东西 所以你教了八位国手 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我们协会平常来做什么 协会平常其实主要 当然除了政策参与以外 另外一部分就是 因为我们跟历届的国手有连结 所以台湾 因为大家可能在读书的时候 都有那种董事长的演讲时间 比如成功的三个法则 然后马上是一场 我们把各县市的国手 直接配去不同的学校 那因为国手大概都是 比如18 19 20 2 1 2 大概这个年纪 比较可以跟青年沟通 比较可以聚集去 差不多年纪嘛 所以我们有一部分 就是让不同的国手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嘛 我们可是历届国手有很多 而且有各个领域 花衣木工的 就让他们到全台湾 不同的学校去分享 是 对 这是一件事 所以基本上 学校的态度是欢迎的吗 通常是欢迎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尤其在国中 因为在台湾的体制 就是国中就是去选高中啊 高职啊 武专啊等等 那国中的老师 其实大部分都是高中体系背景的 尤其辅导老师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那个通路 或没有那个生命经验 去接触很多这种技职的人 对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以前因为我曾经在 其实是可以上高中 因为我家就在一间高职旁边 海山高宫 所以我就填了海山高宫 那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国文老师一直叫我填高中 一直叫我填高中 对 觉得好像 就是那种场 读高中的举手 读高职的举手 然后下课就被教去 我想为什么你刚刚要选高职 对 就是类似这样子 你小时候好会想 可是要你家长配合啊 你家长回去独打你一顿 就先填了 先填了再说 就是你小时候你会 你从生命经验 或其实从现在再回去看 其实很多国中的 这样非技术体系的背景老师 是多的 是多的 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去能 因为他们会影响很多孩子 做人生选择 所以这一块很重要 所以我们其中一部分 就会做这一块事情 好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黄伟祥 伟祥 他是Skill4U执行长 也是技职3.0记者 我们今天聊到了他的背景 待会我们会跟他讨论一下 到底国际技能竞赛 这样的活动 要什么样资格才能参加 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内容跟方向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黄伟祥 伟祥 那么伟祥他本身是 这个心理非常特别 他大学的时候念的是 到底天大地大台科大 还是北科大 台科大 我就知道 好天大地大台科大 台科大跟基隆路 这个一过就到了台大 那么就是 其实我自己本身过去 在高中的时候 我要考高中 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我跟你差距太大了 我们那时候有 要分五专跟高中 然后我那时候考试 我两个都有去考 五专我是上台北工专 奠基科 那高中就上建宗 然后那时候 我也一度想要去念 台北商专或台北工专 然后就被骂 说你念这个东西干什么 所以后来我也是去念 普通高中 但是我一直觉得 运气好的人 就是你念得下文字 你喜欢那些所谓的学科的人 是真的上天给你的礼物 那上天其实还会给其他人不同的礼物 只是我们家长只关心一件事 就是万般皆下品 只有读书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的小朋友是念书念得很不愉快 然后他数科其实很强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发展 那么尤其是我们讲说念书啊 你看现在还有所谓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比赛 那物理化学可能都有人在比 那这个所谓的国际技能竞赛 叫Warskyers Competition 这个部分我们说他是全球百宫的最高竞技殿堂 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竞赛 他其实这样比赛呢 我先讲他的规模 他有81个会员 还在新增当中 那基本上大家能知道 比如说欧陆啊 对岸啊 日本韩国 其实都有参加 那他在国际上就是一个国际最大的各种技能的赛事 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在 我只记得台湾是1970年开始参加 台湾1970年 那这个比赛应该是195几年 应该195几年 详细时间可能记不太得 可能在更之前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比赛 是 对 只是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消息 因为媒体没报道 没有人听过 对 那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这样的比赛呢 其实他比在场域呢 我许西餐 西餐烹饪 就做西餐的等等 这样的 那他假设有30个国家一起比 就有30个 类似像厨房的这样的设备 是 他现场就会比 那木工的话呢 就看几个国家就一起比 他国际上有50几种的 职业的比赛 是 对那他就会在 整个4天的时间内 然后他们有一些题目 是 然后在里面 然后做 然后评分 然后去看 比如说木工这一届 是谁 金牌 哪个国家银牌 哪个国家铜牌 就类似这样的 他是个人赛 还是团体赛 呃 他有 他大部分是个人赛 像木工啊 花衣人 这种个人 可是也有两人一组跟三人的 可是比较少 因为有一些像 刚刚主持人在上一段有讲到 庭院或赵园警官 这种就两人一组 因为他的施工范围比较多 他要合作 他可能要做砌砖 又要挖土啊 又要干嘛 所以 呃 也有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 不过大部分是 单人赛事 板金 焊接 对 木工 对 花衣 砌 烹饪 还有什么 超过50种 呃 蛮多的 那等一下 那我要怎么报名 如果我是那个 我要拿个奖牌回家 那我怎么办 他其实很多 他还包含什么 珠宝金银系工都有 对对对对 那他怎样 他其实在台湾有选国手 是 大家都不知道 谁选的 怎么选 我们台湾有个单位 叫劳动部 那他基本上就是有 譬如说出赛 决赛 他叫 他叫全国技能竞赛 是 就是国内的比赛 那比赛完之后呢 他每两年 都就会选一次国手 是 对那选了 当然再经过 大概十个月的培训 然后就会看 主办国在哪里就去 譬如说2015在巴西 2017在阿布达比 刚刚提到的 2019就这一次 我们下礼拜就会出发呢 在俄罗斯的卡三 是 对对 所以基本上 他每一种比赛 就是如果劳动部 就是要参加 他会邀请我们 各行各业的人来 但是他要怎么去找 比方说木工 我们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认为的木工 他也不知道 他也没有那个资讯 他要怎么去找 他这个比赛呢 他其实是一个 他这个主要的族群是青年 对 譬如说单人赛 他有限制 年龄 年龄 譬如说单人赛 我记得是21岁 双人或三人 可能22或23 所以其实大部分会 比的呢 都是高职生 或科大生 老师傅没办法参加了 这是一个青年技能奥运 OK 对 以前好像有成人组啦 不过现在都是 就是他 他这个国际技能竞赛 都是青年在比 对 好 所以说 劳动部会去找这些 就是透过学校去找 他会他每年在国内 每年都会办比赛 所以他自然就有高职生 有高职老师会培养学生来报名 因为对于高职来说 一个具体的技能比赛 其实很可以 就像正照一样 可以让一个学生 有一个短期的目标 去看见自己的技能 然后在过程中去努力 对 所以他们在先办国内的竞赛 办完之后 我们再去做选拔 选拔之后就派出去 那派出去的过程 这个称之为叫国手 请问我们的劳动部有补助吗 有当然出去的机票啊 什么 该有的 就基本款一定都有 OK 好 那这些器具啊 这些东西也都会提供 应该是说 这个就会比较复杂 因为譬如说像 我举设计 平面设计好了 那平面设计 它其实就需要一台电脑 跟软体 顶多有没有授权 就这样而已 可是今天如果是 珠宝经营细工 它用的材料就很贵 所以不同的领域的比赛 那它需要的经费就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 它是远超过劳动部可以给的 我举计譬如说 什么CNC车床 哇那个一台都不知道几百几百万 甚至五轴加工是什么 不是那问题我要怎么带出去 我要怎么带出去 好 就是在国际组织那边呢 它在办的时候 它场地就是那种 比较大型的鸡蛋 它其实都会准备好 是 对就准备 譬如说 西餐烹饪 就像我刚刚说的 假设有30个国家比赛 那现场就有30个位置 有点像大家想象就30个厨房的位置 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料理 就像小当家一样 是 所以基本上 他的这些准备的这些东西 有的是我们自己带 有的是他们现场会帮我们准备 但是目前对他们来说 如果比赢了 我讲如果比赢了 有奖金吗 有 他现在金牌是130万的样子 什么 130万台币 是不是太少了 很高啊 怎么会太少 创业基金都有了 其实 其实 以体育奥运的国光基金 国光基金是2000万 对 对那个还是有 有 就那个 还是差很多 是啦 但是因为我们在技职上面 我们这个国家 坦白讲 体育也是当作为国争光的工具 我们也没有很重视体育 我们国家只重视念书 那基本上体育这种东西 那是因为国外注重 好像可以增加知名度 所以我们国家才会编列个这样的所谓的国光奖金 这种技职又没有曝光度 他们又国家对这个事情又不觉得我们 你看嘛 我们每次奖牌都拿前五名 拿前五名这种概念是 奥运有没有前五 奥运我们每次拿到18 20就很开心了 那假设技职体系是国力的展现 我们也是前五名的国力 但是不会有人在意 所以那个130 假设是主办单会颁给他之后 回到我们本土来 我们国家来 然后呢就结束了 应该说那130万呢 是那个台湾政府给的 对 那他们呢 他们是指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应该只给奖牌 只有奖牌哦 也发一下奖金嘛 对于选手来说 那个奖牌可能远超过130万的 对啊我比较熟气啦 因为我觉得 那家大老远坐了飞机 然后 然后也要给他一点点鼓励 不然那个经费谁来出 教育部出 你是说飞的什么机票那些 对对对 就都劳动部出 都是劳动部出 OK是劳动部 因为这比赛的窗口 主办单位其实都是劳动部 那我们一年大概派几个人去 呃他没 这比赛没两年一届 那呃至少在这一年2019年8月下旬会去俄罗斯卡山这个有58位的国首啊对 大概都是四五十位啦 是 其实如果以66个国家1630位高手总共加起来其实我们派的人不算少了 嗯因为基本上66个国家我们大概占了可能是比平均多了很多嗯所以代表我们这个这个实力应该是不错的吧 就是台湾因为产业关系其实很多类似像中小企业所以说他在各行各业或各领域其实都有一定的基础嘿那那有些我们看有些国家他可能就是譬如说他不像台湾可能电子或代工业这么厉害 所以他可能就只只参加一些比较艺术类的是指的艺术譬如说只参加设计啊只参加珠宝进行系统可是一到什么CNC车床或是说那些比较理工的那种可能他他们就不是这么有优势是就就也其实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产业所以根本没有这样的就国家没有这样的能量去培养人 但那个概念是不是有点类似像好我们讲成人组的好了像之前吴宝春他有参加什么世界面包大赛那那个概念是不是有一点类似说我在我在这个国际技能竞赛木公主得到金牌 我觉得这要看怎么看我觉得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因为这个国际技能竞赛他是一个会员国组成那但台湾是全台北因为他是一个奥会的模式 那像吴宝春他参加的他就是国外一些知名公司去举办的那这样的有人就是很多人会去国外去参加譬如发明展或是竞赛或等等所以说这个还要去个别去看那个竞赛的品质跟竞争程度 是对所以所以我想可以这样看所以基本上他们回来以后你觉得对这些选手回来之后他们实际的工作生涯上会有很正面的帮助吗正面一定有啦 我说就像是吴宝春回来之后他的面包就卖的非常的好 你觉得这些木工啊或者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汽车板金花艺他回来之后他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些技能的青年的本身我觉得成就他们最高的呢先不谈技能的话 我其实成就最高应该是那种心态 因为你很难得有一个青年大概十八十九二十岁可以经过这样的磨练 那个中间的抗压等等然后你有机会到世界舞台等等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一个青年再往后指甲其实帮助最多 那回来就讲到那技能呢因为技能比较直接跟就业市场比较连接 可是这个比较麻烦的是说我举例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比赛是 譬如说插头室内配线 他就配那个电啊电箱的可是台台湾的就是大家有如果出过旅行的话 就是台湾的那个插头跟国外插头有些规格的格式不一样 所以他的功法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在国际上在比赛的时候 他练的那个功法能不能在台湾的就业市场使用 这个这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当然那个经验是可以转移的 但是他有些领域他没有办法 就是说在那边比了世界第一的技术的话 他在台湾并不是可以直接用的 对啊 我还不是担心这问题 我担心的是我世界第一名拿到之后 我觉得生意有没有变好啊 好像没怎么差吧 这要看有些人他是创业型 譬如说做美容的 他就自己开工作室 那当然他有一些成绩或一些名声 他就自己就慢慢的做好起来 可是如果是到台湾的一般就业市场 譬如说一般公司或等等 其实根据国售很多反应 他其实那个公司也不一定知道 什么是国际竞争竞赛 他可能就会觉得 就是一个 你得过奖啊 发明展 你得过奖啊 或许发明展的这种概念 要加三千啊再说吧 对对对 类似这样 他很现实的就是 我觉得他们在参加这种比赛的时候 面临的问题 似乎是我拿到了这个奖 他是精神鼓励上是比较大的 但是真正落实在以后他去工作 我觉得台湾的就业市场 在这一块来说 不是很重视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对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部分要再推广一下 否则的话 这个对于那些年轻选手是很大打击 这个需要看劳动部的努力 我们也在努力 好 是的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黄伟祥 伟祥 那待会我们来跟他聊一下 就是说他们这一次除了国首58位之外 他要带领什么样的团队 要跟访台湾代表团 来跟他就是说做一些记录上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待会回来再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旅秋远时间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黄伟祥 他是Skills4U执行长 那本身他也是位记者 号称是斜杠新年的表征 因为他其实得过很多奖 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 我们来谈的第三段的重点是 其实这一次 我也是想你要带了很多人一起过去 是不是 因为上次只有一个要血迟负责 我觉得上次2017年在阿布达比的国际竞争竞赛 我就尽全力去写报道 但一个因为那是一个 就大家想象是一个奥运的赛 它是一个很大场 有很多画面可以捕捉 有很多的新闻点可以切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募资的计划 或采访计划内容呢 其实我还带了一个社群 是操作社群伙伴 还有四位的影像的工作者 我们就六个人组一个团队到现场 那为什么要带这样的人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觉得 现在有很多比较新媒体形态的操作 譬如说当汽车板筋 他在敲那个车子的时候 那现在比赛在倒数 其实那时候直播 他那个比赛张力其实非常的大 就社群上可以跟很多社会意见领袖 譬如说像旅秋远律师 我们以后或许在比赛的时候 其实透过大家其实可以传播 那另外一个是说呢 既然现场忠实自由联合苹果 等等的媒体没有去 那我们去 但我们去一定要有很大的social impact 有很多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呢 我就在现场用自己的媒体经验呢 我就做文字 还有跟一些广播电台 像做音档 做画面 Zunstand等等 那我们就把这种各种的媒体的素材 有的是成品 有的是只是素材 在比赛期间发给台湾有联系的所有媒体 是 譬如说包含宗旨自由联合苹果啊 旧一广播电台等等 华视啊大爱啊等等 那就同步的在国内的媒体 因为我们去 然后呢 素材给国内的各媒体 那他们就同在那个时间一起来做各种的报道 再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他不会再像以往 就是说很多国手他练了那么多年 在国际上得奖了 可能好像最后变成一个新闻稿上面 台湾得了几斤几斤几斤 就这样子 这样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去第一件事做这个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国际上的东西 有点拍有点像记录的影片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 国手各县市都有 所以呢 我们就会去22县市 至少50间学校 我们就把 譬如说我们在台东 就请譬如说 功东高宫的木工的国手 到那边的国中 那去把国际上的东西带去分享 然后也去分享 记录的科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第二部分呢 就是把一些记录的这种国际的骄傲 还有记录的科系的介绍 把它包裹在一起 然后到各县市的国中高职来去分享 是 所以本身来说 我们这一次采访 预计要几个人过去 这一次总共六个人 就是我加上一个社群 还有世卫的摄影 那是你们的收入要怎么来 我们的话就是靠募资 主要现在是募资 对 所以你们现在这一次去 协会有准备要募资吗 现在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现在其实在Flying V上面 你会看到一个叫台湾之光 帅翻全世界 因为我们想说用帅翻全世界 比较有活力 不要觉得好像很可怜 然后都没有经费 然后把 就我们觉得用一个有活力的展现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名字叫台湾之光 帅翻全世界 那其实在募资的时候 其实现在开始已经有人在支持 所以你还是会看到 其实台湾人还是非常的愿意去支持 有价值的事情 是 那所以目前我们募款的预计目标是多少 预计目标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募资那边 我们刚刚不是有说有做两部分事吗 一个是国际上采访 然后传给台湾各媒体 第二是 那一部分是一个收入 对 因为有版权的问题 没有我们免费给 因为 如果去那样的话 其实它会增加很多的门槛 对于国内媒体愿不愿意用 这四个问题 如果只是要推广 可是如果这一块少 你另外一块就要多了 这一块是没有 应该是说我们在募资的计划 一块就是到国际上 把内容给各媒体 第二个就去学校巡回 那这个经费呢 其实我们都靠自己募 给媒体其实也是免费 因为他们这样比较可以 比较愿意用 不然其实是很难 我们也没有打算要用这个赚钱 其实最重要就是免费 然后大家去扩大那个受影响力 那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募资设25万 第二阶段是50万 那其实50万还不够 那第一阶段那个25万要做什么 25万就是刚刚说的包含就是去国际上的机票等等 但其实其实整整个的经费 整个经费其实大概100万 110几万 只是我们在募资那边用50万 剩下钱我们自己去跑企业去 不是吧75吧 25加50 是75 就是募资总共50万 第一阶段是25万 然后累积到50万 但是其实总共经费大概110几万 那剩下60几怎么办 就我们自己去跟企业募款 因为募资它是一个 譬如说假设你今天设定 我举例50万 你募资结果最后只有42万的话 其实募资是失败的 它就没有 所以我们有担心这样的议题 在社会上还是比较社会边陲的议题 所以我们在募资的门槛设的比较低 设低一点 然后剩下钱我们就自己去一间间拜访企业 你愿意支持我们 对我们还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然我们其实六个人的机票 然后你在国际上其实要14天 我们整个跟着台湾的代表团 然后有些感动的事情 励志的事情 突发状况 比赛到底机不机昂 你一定要贴身采访 所以这样在国际上除了机票减机家9 然后整个14天 它其实费用是很多 那以一个选手来讲 他们大概需要的预算一般是多少 这劳动部会补充我知道 但是他们一般 劳动部会给他们的经费是全额吗 就是说包含机票 包含这些东西 如果在选手部分的话 机票住宿 这一定都会全额的补助 然后据我所知 就是每个职类 他在练习的那个费用 至少应该是30万 就是他有些耗材 材料费 就是去练习的那一个 因为其实我觉得 作为一个学技能的人 相对于刚刚主持人说的 就读书的人以外 读书的话 你就是你就是练 顶多就是计算值或等等 但是你练技能的话 你要有设备 那设备可能会坏掉维修 那你可能要很多耗材 所以他这个其实 投入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政府会补助 可能像我刚刚说的 30万给每位选手 去当练习的材料费的费用 是 所以就整个来讲 就整个来说 其实记者他是没有 等于他没有补助 他只有补助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块而已 那这样的话就很辛苦了 所以来再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一次 要到哪里去捐钱 好就是可以到Fly in V 就是一个募资平台 听不懂了 好就是呢 Fly ING V 对 英文不会打怎么办 好那就 你就搜寻台湾之光 帅翻全世界 好 这样其实一定找得到 好 那就是帅翻全世界 记得就好 台湾之光太多人用 你会找不到 好帅翻就很帅啊 就是把世界帅到翻掉的那种 那个意思 然后到在网路上搜寻是吧 搜寻完以后就会有你们的汇款账号吗 就会有一个网页 那上面你就可以用信用卡 或你要去便利商店交款 其实都有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你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的初步目标 那这些人回来之后 你预期要把这些影片假设我们已经发放给其他媒体 那之后会到其他学校去做推广 那这个推广的部分大概预计要怎么样来进行 因为国手他们都在出生不同县市或不同的学校 所以他可能在遍布在台湾的不同地方 加上历届的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去一间学校 那我们就会找当地的国手 然后就去 请他来讲 就真的去到学校 那当然就是很真情流露的去分享 对谈 然后我们国际上的影片 有点像一些短短的记录影片 就看小朋友大概可以接受怎样 譬如说28分钟 或是45分钟 就是我们做一个影片 然后对谈 然后里面在这样的激昂的感动故事 后面再偷偷置入一些高职的科系的介绍 木工在学什么 主宝经营系工在学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到每间学校都在做这件事情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 很多家长他根本不知道 那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够 除了学生之外 能够让家长知道 自己孩子在做这些事 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在体制里面是这样 就是说 譬如一间学校 他跟周边的学校 跟地方的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他们会有一个网络联盟 其实我们就是 我就是直接在那个网络里面 只是说活动办案 然后透过那个网络 把当地的家长 就譬如家长会的 然后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还有学生 还有透过学校去联系 那个学生的家长 我们就透过这样方式来去 动员 让更多的人来一起看见这件事 对 这是需要的 因为很多的家长 其实他存在一个迷思 就是说 会觉得好像学这些东西 未来到底有什么用 或者能不能赚钱 或者能不能养活自己 甚至说这些东西 能不能说要肯定 有尊严的 在这个社会上 能够赚取他应得的报酬 这些很多家长 是存在迷思的 因为事实上来讲 一个越先进的社会 我们需要的技职体系 跟我们需要的这些技术人才 就越多 越值得尊重 所以这些东西 未来推广是很有必要的 只是说 这些部分 你们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 未来对于这些国手 你们还会去定期追踪吗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政策参与部分 我们会一直鼓励劳劳动部 要去做流向追踪 就一个国手 其实他身上 国家投资他很多 他自己的投资 自己的光阴 等等之类的 他有人生很多选项 但是他去当国手 所以应该要去看他 到底做了什么工作 那在职场上会不会遇到 比如说什么摩擦新失业 等等 就是你到底求职顺不顺利 然后再回来看 我们的培训过程要不要改 因为培训过程有些是否得奖 对 有些否得奖就有点 不一定能帮助小朋友 在他的求职的生涯 对 就是看训练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一直在 跟劳动部沟通 那大家一起来努力看怎么做 好的那谢谢伟翔 那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来聊一下最后一段是 有关于对技职体系的一些 看法跟期待 待会见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我们今天访问伟翔 来跟我们聊一聊技职体系 还有国际技能竞赛 其实最后我想跟 因为时间很短 那我想跟伟翔聊一下 就是最后的一个 我一直很想知道的主题 就是目前来讲你接触到的这些家长 对于技职体系这样的概念 有没有比起之前要成熟很多 或者你觉得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 你觉得还可以哪些加强的地方 我觉得投入当然还是要更多 那我觉得除了出了钱以外 我觉得 譬如说我们看现在的政府 其实他在宣传上或是说到底政府做什么 或帮某些群体的那种宣传的力道 跟新媒体的运用 其实是很成熟的 是很成熟 但我就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要就这样的国际竞赛的选手 他们就没有办法像这样被曝光 那我其实自己很想分享一件事 是很多人会问 这些国手为什么重要 我们因为他是少部分人 但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 譬如说以前会被讲 譬如说可不可以当律师 可不可以当医师 这就是某一种社会的典范 跟目标你要去追寻 你不会问隔壁的小孩说 你长大以后要不要当木工 要不要当园艺师 好奇怪 当然说当律师 当机师 当会计师 好像听起来就很了不起 那种感觉 这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国手的重点 并不只是说他们帮台湾拿几个牌 几个金银筒 重点是他们是百工百业 或各行各业的某种典范 那我觉得在社会上塑造 除了像以往什么会计师 律师这样的典范 这当然也是典范 但是其实百工百业有他的典范 所以透过这些技能的国手 让他们塑造某一种 譬如有点像五宝春的效应的这样 会让更多的青年 他愿意在他学习的过程 投入技能学习 我觉得这件事反而是 整个计划的背后的意义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一直希望家长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以从这些行业 其实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軸 你平常找律师的机会不会太多啦 但你其实遇到厨师的机会 一个礼拜搞不好好几次啦 为什么你不鼓励你的孩子 成为一个很多人需要的人 那律师跟厨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他没有所谓的律师比较高尚 或者谁比较怎么样 而是这个社会在定位上 我这么讲说厨师赚比较少钱 律师赚比较少钱 不一定啊 很穷的律师也是有 很有钱的厨师也是有 完全你对这个行业的尊重 跟你的认真 跟你下的功夫 来决定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价值 而不是说厨师 原艺师 或者是金工师 木工就是没有价值 很多木工一天 可能他的收入是一万两万在收的 他也不是你想的说 木工就是一天赚个一千五 一千八 然后没有人要 不会的 所以我其实很希望 伟翔你可以把这个主题做成功 然后成功之后 能够推广出来 让更多的家长知道 技职的重要性 因为那才是维系我们日常生活 老百姓的这个资助 而且他们这些人也很需要鼓励 大概是这样 就我觉得其实真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我回想我国中啊 就是我刚刚分 我前几段有分享 被国文老师叫去 你为什么要读高纸 你成绩明明可以到高中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想最后分享一个迷思 就是其实如果你成绩好 你去做或去读 比较动手做的 比如像高职 其实你可以把很多的知识基础 带到这个职业 你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已经 不再是一个 我成绩好坏 来去决定高中职 反而是你到底要做什么 对 这才是最重要 不是说你成绩好的去念书 成绩不好的去念记质 那个我觉得要看你成绩是什么 国音术当然你说成绩好 那就去念书嘛 可是很多东西 假设我们把术科放进来 谁成绩好 谁成绩不好也不知道了 我会修木工 我成绩好 这也是一种说法 好今天就谢谢我们伟祥 希望你活动可以顺利成功 那么各位听众 如果方便的话 也可以到他网页去看看 那